现在各位看到的是055万吨大区 作为公认的全球第一驱逐舰 大家都知道它的综合性能十分强悍 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其卓越的防守能力 其各项防御武器中 属海红旗9B防空导弹最强 但今天我们准备来些不一样的挑战 把055大区最强的海红旗9B防空导弹给禁用 看055大区上的其他防御武器 能否扛住20枚鱼叉反舰导弹的饱和攻击 现在20枚鱼叉反舰导弹 已经从数架F18舰在机身上投下 朝着055大区所在方向 以0.8马赫的速度飞了过去 而055大区这边 如果不能使用远程防空导弹 那它还有三样武器可以用来防守 分别是130毫米箭炮 1130进防炮 以及24连装的海红旗10短程防空导弹 其中属130毫米箭炮防守范围最远 最大射程超过20公里 但箭炮设计初衷 并不是用来防守来袭导弹 两秒一发的射损 决定了它只能起辅助作用 这里可以看到射出来的箭炮 因为反箭导弹体型小 全部都打完 在海里滋起了一大片水 可能目标接近 炮弹的命中率会提高一些 但炮弹不能制导 全靠计算预描进行拦截 在这期间风速稍有变化 就会跟体型小巧的导弹擦肩而过 所以想单纯靠箭炮拦截导弹 难度很高 现在20枚反箭导弹 已经冒着炮火的空战 挺进到了055大区10公里范围内 抵达了海洪骑士短程防空导弹 最大射程 随即055大区上的海洪骑士 分别对着来袭的20枚反箭导弹 开始快速发射防空导弹进行拦截 短时间内 24枚防空导弹 就可以朝着锁定着的20枚反箭导弹 全部发射出去 一次性能同时锁定拦截这么多个目标 全靠055上强悍的双波段雷达加持 在这套雷达系统加持下 055最多可以同时锁定打击40多个目标 所以同时面对20个目标 只要防御武器反应够快 还是有机会将它们全部打爆 但防空导弹很难做到100%的弹箭 拦截的过程中 只要有一枚没有命中 就要再补发一枚防空导弹进行二次弹箭 这样就会消耗不少时间 所以海洪骑士想要在这短时间内 拦截来袭的20枚反箭导弹 难度还是相当之高的 最后就有几枚反箭导弹 突破了海洪骑士防空导弹的拦截 成功突进到了055大区三公里的范围内 面对这种情况 055大区上的最后一道防御 1130进防炮 只能开启它的最后使用 对着突防成功的反箭导弹 开始喷吐金属捕食 1130一秒钟可发射166发炮 一分钟可发射11000发弹 所以也被大家叫做万发炮 其恐怖如斯的射击 估计各位在座的年轻 都不足以让它射上一分钟 当然我也与大家一眼 都是全毕一眼 最后剩余的几枚反箭导弹 在进防炮的扫射下全部被标 到此20枚反箭导弹全部拦截干净 整个过程下 055大区虽然是防守成功了 但055已经处于极限状态 最后一枚鱼叉反箭导弹 距离055大区已经很近 如果此时再多一枚反箭导弹 或者055大区反应稍微慢办法 055有很大可能就此遭殃 但终究在最后时刻 最后一枚反箭导弹还是成功被进防炮给点爆 那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